出廁所抓針孔 穿著橘色外套的男子 被兩人一前一後 邊拉邊拽 推到角落茶水間控制行動 因為就在剛剛 男子竟然在廁所放置針孔偷拍 我最後那兩隻 我還沒看到 那我有辦法撕下去 那是沒辦法 沒辦法 真沒辦法 來 這一瓶 這一瓶 檢房到場接手處理 將范嫻帶上車時 他竟然還扯說要跟對方和解 也讓員警們大殺眼 事發在台北大道城碼頭 范嫻看準跨年人潮眾多 自行改裝有針孔鏡頭的寶特瓶 放在公廁內犯案 被害女子上廁所時 驚覺地板上放置的寶特瓶 很奇怪 拿起來查看立刻嚇一跳 趕緊告知同行有人 火速發現外頭男子 猛看手機 心機可疑 沿見事蹟敗露 還打算逃跑 隨即上前逮住他 等警方前來 經警方到場 檢視攝影機內容 確認違法行為後 將該男子立即逮捕 范嫻色膽包天 以為用寶特瓶偽裝 就能瞞天過海 檢方訊後 也以違反刑法 妨害性隱私罪 移送士林遞檢署偵辦 記得週天節 關於台北報導